那創下一方面 這個國務院不斷的封殺中國企業 下架中國相關的語論平臺APP的同時 另外一方面 那川普拼連任的過程 跟民主黨是正面交鋒 川普拼連任 而且最近他V型反彈 所以他現在呢 除了天天罵拜登之外 他最大的一個最討厭的一個敵人 裴洛西也被他抓到了 他臉書直接痛罵裴洛西好多者 他叫裴洛西 就說的是瘋子裴洛西 你要準備打包走人了 對 那川普轉發了這一個影片 為什麼 這個符是浮屍電池播出來的 現在整個在加州救星山呢 還在防疫 所以呢像美容美髮呢 你不能呢進到室內 你可以在外面幫人家做 然後裴洛西呢 所以穿起來那個是裴洛西嗎 所以裴洛西竟然去了 去了以後呢裴洛西呢 竟然是打破所有規範 別人都不能進到室內裡面 去做美容美髮 你裴洛西可以 然後進去之後呢 裴洛西呢 比如天天罵人家要戴好口罩嗎 罵川普不戴口罩嗎 就是裴洛西自己口罩的 把他拔下來 然後所以呢 你裴洛西違反了所有的規範 你天天在講什麼 所以川普就要罵了 那裴洛西出來有講說 他被人家設計了 因為他這樣一個 是一個私密的畫面 你怎麼會被拍照呢 川普再踩他一腳 川普說可見這個沙龍店的老闆 多麼討厭你 所以他才會拍照 所以就把他狠狠的再踩一腳 所以現在裴洛西 也被川普來攻擊了 然後現在川普整個反轉裡面呢 有很多東西 他的看好度 在最直接的一個活動裡面 都出現了 這看好度是什麼呢 民調我們知道說在拉近 但是在賭盤 賭盤是看好度 覺得川普是有希望的 所以他們呢 在RCP這個賭盤看好度呢 前一段時間呢 看起來好像整個川普 是不行的 結果拜登開始掉了20% 現在川普和拜登呢 整個賭盤裡面是1比1 平手 他們開始賭拜登 或賭川普 開始看好 而且還不止如此呢 最近他們就看的是說 現在有一個叫RCP 這個538 這個是非常精準的 奈特的他在2008 2012年都非常精準的 他去特別看了那個9個搖擺州 在結果9個搖擺州裡面呢 北卡川普已經贏了 所以川普是不是會繼續的往上衝過去 而甚至於是募款呢都有差別 在威士康星呢 兩個人去比較之後 川普在最近這一週拿了330萬美元 而結果拜登就有220萬美元 所以代表著他們開始看好川普 希望川普甚至於連英國的一個賭盤呢 都發現說其實在這個賭盤裡面呢 川普呢和拜登也是1比1 而且呢 最近大額的裡面呢 4個裡面有3個都賭川普會贏 所以川普的看好度一直在往上衝上去了 剛剛講到的是印度的局勢 可是同一時間內蒙事實上 也有抗爭 現在中國面對的困難就是武毒亂華 所以台獨什麼港獨 藏獨江獨 但是沒想到連內蒙都出色 剛剛那個中印邊界的事情 他是用流亡的藏人當打前鋒 所以現在外媒裡面呢 國際媒體有報導 中國在西藏那邊 完全盡量壓制這個新聞 免得那些藏人也站起來 但是呢 在內蒙那邊呢 相對這幾年是比較安靜的 也出事了 為什麼出事呢 因為呢 整個中國突然之間 決定要讓沉寂思涵的話 以後的小孩子不能再講了 所以整個藏盟民呢 也起來反看了 他們是在五月八月二十六號的時候 突然下個命令 以後小學呢 還有國中一年級呢 用了課本呢 不能再用 以前你用內蒙古 沉寂思涵留下來的話 來就教學了 要用中國統一編定的課本 就是說以後要消滅你們小孩子 不能再講沉寂思涵的話 結果這一出來之後呢 爸媽都很生氣 內蒙人非常生氣 你一定要消滅我們的語言 就是消滅我們的文化 所以他們很多爸媽 衝到學校去 把小孩子帶走 我不要上這種學校 就這個時候 他們要把小孩子帶出去的時候 內蒙的政府呢 出動了武警 擋在門口 所以會看到 武警和爸媽就在這邊對峙了 就對峙了 就是不准你爸媽 進去把你的小孩子帶走 然後爸媽一定要衝出去 我不能讓我的小孩子 學你們的語言 我要學我們自己留下來的語言 就產生了這樣一個對峙 而這種對峙之後 立刻的快速的擴散 擴散到什麼程度呢 現在畫面上影片 網路上丟出來 其實是蠻大規模的 就是爸媽要衝進學校 要把小孩子帶走 武警就封鎖學校 不准你進去 可是呢 在互聯號車那邊呢 裡面呢 有很多呢 我也是蒙古族的老師 我跟著直接罷課 你不准呢 我也不上課 我也絕對不拿你新的漢語的 課文來教 他們直接罷課 然後他們罷課之後 回去之後那些小孩子呢 沒去怎麼辦呢 很多大學生 很多的是大學的教授 沒關係 來我們在外面 我教你們用蒙古語繼續講話 所以就是這樣一個 為了捍衛陳吉思涵 祖先的話 他們開始一個蒙古的對峙又起來了 而這蒙古呢 其實當我們知道 它戰略位置 在整個地方 如果從外蒙 從那個整個打出來 很快到北京 但是它更嚴重的問題 對習近平的壓力是什麼 電的問題 為什麼 全世界目前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就在內蒙古叫托克托 托克托的火力發電廠 它的發電量是672萬 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是我們的核四 如果有啟動的話的兩倍半 是連我們台中火力發電廠 所有的基礎起來 還是只能到達三分之二 現在連電的問題 蒙古出事的時候 整個北京北方用電 可能也會出事